特別注意,同學第一個最常遇到的問題 就是,Function不是按上面執行 為什麼?他這個一定要跟你互動,所以你按執行的意思是說 不跟你互動了,所以你一定要從這邊執行 找到那個什麼呢?非數字個數有沒有,然後給他資料 按確定就可以,不過最常遇到的狀況就是說,有同學非數字個數函數 可能也是複製前面的,所以可能非數字個數函數呢 這邊Return這個地方,如果你少這個名稱不對的話 他回來就零,因為他裡面沒有接到,漏接了啦 所以這個地方都是比較常遇到的錯誤 因為我們前面寫的蠻多方選,所以回去啦,反正就是練習啦 其實我覺得也沒有什麼太複雜的點,主要是理解那個邏輯啦 可能是有點像那個資料流嘛,資料怎麼串,怎麼留,怎麼丟到你要的地方去 大概就這樣,中間只是說他幫你處理完 你給什麼,他返還一個結果給你,中間就是你需要寫邏輯判斷 OK,那這個地方的話大概是這樣 再來就是留下數字函數部分的話 最大的差異就是把抗函數改成s,這個跟剛剛一樣 所以我想這個也沒有什麼特別的 裡面的話呢就是邏輯and,這個我想都一樣 所以一樣是插入一個function 名稱叫留下數字函數 然後呢,原始資料中間部分的話,其實你也可以拿上面來修改 也許拿那個sup來修改 裡面的話,大概就是也是一樣原始資料 本來是salesA 那全部改成原始資料 返還給誰呢?返還給自己本身 所以特別說,返還給自己本身,上面跟下面一定要一致的 如果不一致的話呢,出來一定是0 0的話表示漏斜 所以如果看到0,我一看到,你這應該是上面下面 他那個名稱沒有一樣 那留下英文的話,其實也跟上面一樣 所以你把上面複製貼圖來改 大概改一下大於等於65 小於等於90 挺多是UK再包一下 轉換成大寫之後再來判斷 其他都差不多 那中文部分的話呢,其實也是 就是 一樣邏輯 不過我這邊,我看一下我那個 講義裡面,其實也有加留下 中文部分 留下中文,我這邊有多一個 普通就是說 如果說你擔心裡面有那個全形式的話 也會產生錯的話 你可以用VBA裡面有一個 什麼呢 一個叫String Convert的一個 的一個 函數 他可以先怎麼樣? 如果裡面有全形式 他可以把所有的全形式 通通都改成半形式 用法的話呢 就是 VBA點 等下去有一個什麼? String Convert 其實還蠻好記的 String Str 就是四串 後面有一個 CON 應該是什麼? Convert JCH轉換 錢瓜 然後他講說 幫我把原始資料裡面 如果有 大寫東西 全部都把它 轉換成 全形的部分呢 全部都改成 所謂的半形式的話 那他這邊有個清單 你只要找到VBA 這個 NARU 這個 這個 引述的話 他就會 幫你把裡面的全形式 通通改成 這個半形式 你也可以試一下 比如把Excel裡面 放那個全形式 試看 我試過應該沒有問題 本來如果沒有加這一行會出錯 但是呢 如果加了之後 應該OK了 所以你會發現 這個假設 我們最後 假設這個先不要加好了 那我把什麼? 把Excel好了 假設這個Excel 全形式記得從這邊 變全形 然後打個Excel好了 這樣應該可以看得懂嗎 這個全形式 那如果說我今天呢 假如說我 用那個什麼 就是 剛剛 漏蓋 那如果說我今天呢 把這邊留下中文 你會發現 插入環數的時候 留下中文 因為它是全形式 你會發現喔 他會把什麼留下中文 這幾個應該不是 有沒有 可是他卻以為它是 主要的原因是因為它是 全形 那全形式就不在那個內碼表裡面 一樣是在別的地方 那所以怎麼辦呢 你可以用我剛剛的方法 就是加一個 薛坎克 這邊有一個留下 把這個加進來 預先做轉換 轉換完之後再來判斷 試一下這個應該就 打勾之後 你會發現 向下填滿 就恢復正常了 意思是如果他遇到全形式 會先幫你把它轉換為半形式 來判斷 就會 比較不會出錯啦 OK 大概是這樣 那 今天的話大概就是把這個範例題給講完 下一次上課的話 我們再來針對那個有關 邏輯函數部分 在做 在做後續的說明 其他在我們的那個 練習題裡面還有剛剛講的 字串切割 也許回去可以試看看 我要切割中瓜糊裡面的資料 但是這邊有一個問題 就是說 我幫那個同學做完之後 他OK了 他說 可是老師我裡面的那個 中瓜糊只一個 可能有兩個 可能有三個 可能有四個 很多個怎麼辦 OK 那就又是一個問題了 不過也許 回去可以試看看 我們之後呢 在 在後面的部分 更困難了 如果有問題 就要建造拆招 不過可能難度相對 也會比較高一些 慢慢慢慢 往上 OK 那今天的話就先講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